再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我们要燃辱 燃辱能消我们的业 请问师父 如果燃辱的时候 心中起了恨念 但是克制住了 没有行动 这样会有因果吗 还能消业吗 有啊 在你八岁前中进去了呀 当然有因果了 你这个恨人家的话 你恨在心里要发芽的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还不懂啊 仇恨的话一定会发芽的呀 会有种子的呀 种下去了之后 一定会有报仇的呀 这还不懂啊 所以学过人 不能害人家的呀 否则的话你会报仇的呀 老师傅如果恨的话 如果有那种恨心 不要超过十秒 所以马上忏悔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十秒 讲老师话 你就是有恨心 五分钟你能够忏悔也没了 也没了 十秒钟是最好了 十秒钟 哎呀 师傅 这个意念好难控制啊 师傅 就是我们 他们骂我们 我们不去动 但是我们心里就觉得气呀 师傅 去的话 你赶快去 就把它消掉呀 比方说 他骂你的时候 你生气 但是骂完了之后 你想想 这个人 这种人 这个 不休的话 他这么骂人 他以后造业 他以后很苦的 他要下地狱的 你就这么想 没什么 你这样想的话 你容易消掉自己的气呀 你要下地狱 你不想下 那你就不要骂人了 很简单了 听到了 那师傅 如果前世不欠这个人的 被他骂了 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 听不懂 什么意思啊 就是前世不欠这个人的 但是被他骂了 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 当然当然了 你肯定你有过骂人的 报应 对 就是你要知道 你年轻的时候骂过别人 但是呢 他反馈给你的报应 并不是这个人来骂你 是通过其他人来骂你 也是一种小言 哦 你罢了